在兩邊有太陽火辛苦的佛杜町面 品種身前看起來都特別好 加上現場還有免費的儲宰發送 以及親自動漏的豬仔菜味DIY瓦棟 因此就算天氣漏就稍好 把平市場的地露雲也是慶了不少品種 全家大小來賭老子 從底部把這個圖給稍微裝一下 然後就可以拿起來 直接放進去 然後再加一邊圖 以南大館前富貴班的年度勝出 火火加煉花花開全南大花董 禮拜到這天 特別選擇臨面跟馬平市場 來基本投資場的新花董 現場漸漸在盛開的太陽火灰海 要以後後再幾個十六個 火火加煉花大型火灰海 在佛裡盡視現身的情況 今天你看到這邊的香蜜蜜 小太陽花 真的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今年的花火加煉花 今天可以說是熱身賽 因為今年的花火加煉花 是從十二十六號到一二十號 我們的花火加煉花 馬上就登場 在我們南投的十個鄉鎮市 都有活動 像南投市的 我們提前開跑 在今天 就在柳比市場這邊來辦 也因為是火火加煉花 頭上的熱身活動 就算天氣落到燒火 很多管會的一級主管 也都全港前來參加 典型管會團結鄉行列 加上現場活動 有餐體還有餐家餐賣 整個活動活動是流水滾滾 雖然天氣不是很好 但是我們看到有很多的遊客 很多的民眾都來這裡 我們覺得這樣很高興 大家能夠利用假日出來走一走 我們也利用這個場合 展示我們的農特產品 很多攤位在這裡 希望說利用這個機會 讓我們的農民的產品 跟民眾能夠接觸 能夠促銷這樣 雖然在白天今天天氣不好 影響民間在農方的商品 用火海大大減少了看頭 但也是會等他一出一頭 太陽會火海未來的競爭 加上在農方每個星期 都會基本的各種DIY活動 也是真是下全家大社 最會前來企圖 記者見粉絲 蔡鳳報道